葛雷格·史密斯 一个心怀不满高盛银行家的自白 葛雷格·史密斯 一名在高盛待了12年的高层 星期三在纽约时报社论上发表辞职宣言 辞去仿佛电影征服秦海里的情节 史密斯说当年他以实习生身份进公司时 把客户利益摆在第一位 现在公司文化却是有福的 史密斯把公司现在的文化比喻为猎杀大象 说高盛员工会强势地促成 对高盛最有利的交易 不管客户利益 他们对客户极不尊重 甚至在公司内部信件里称客户为木偶 诚如史密斯所说 这并非高盛第一件公关丑闻 2008年金融危机时 还有人称他当时的角色为吸血鬼鱿鱼 史密斯现在可能看似道貌黯然 但为什么他过去不曾出生呢 快来订阅我们的频道 快来订阅我们的频道